自9月26日以来 在波罗的海丹麦伯恩赫尔木岛附近的水下 从俄罗斯通往德国的北溪天然性贯道 出现了神秘的泄露 地震学家证实了泄露事件不可能是因为地震 有非常大的可能是人为的破坏活动 那么一场真实的地眼政治谜谈接踵而止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暂且不表 科学家们的任务一方面是收集可能有注意查明泄露原因的数据 另一方面有许多研究人员试图计算出泄露了多少甲烷气体 要精确估算排放了多少甲烷气体那是需要时间的 刚开始的初古说甲烷泄露物量可能至少达到了10万等 后来新的估算表示至少有8万等甲烷气体扩散到海洋和大气中了 还有根据管道的尺寸和水温来进行估计的说泄露了有 11.5万吨甲烷 其实不管是4万吨还是十几万吨 那都将是历史上单一地点天然去泄露的大事件了 也可能是最大的事件 那么就有人担心大量的甲烷释放是否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危害呢 许多新闻还真的是这么报道的 如果这个泄露量最后得到了证实就是这么多 那么我只能说这是泄露事件对环境的危害几乎不止的一提 有人可能会不信 那么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泄露量站在全球的角度究竟有多厉害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 这是最权威的统计了 全球每年甲烷排放量约为5.8亿吨 其中包括来自自然资源的排放量 约占排放量的40% 其60%来自人类活动成为人为排放 最大的人为来源是农业 约占排放量的四分之一 紧随起后的是能源部门 其中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生物燃料的排放 那么根据这个数据 我们就可以简单计算一下 以最高的数据来计算 11.5万吨甲烷 还不到5.8亿吨的0.02% 也许这样表达不是那么直观 那么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看看 地球每年排放5.8亿吨甲烷 我们可以计算出平均每天排放的甲烷 有158.9万吨 好 大家看 泄露了11.5万吨的甲烷 还不到一天全球甲烷释放量的10% 所以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全球甲烷排放的格局 因此认为 北溪管道天然气泄漏 将造成巨大的气候灾难 其实是有些言过其事的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 是否存在可持续性的环境影响呢 其实影响也不大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 溶解度为0.03 属于微容易水的 但是甲烷几乎不以水发生任何环境反应 不管是在水中还是在大气中 都是无毒的 所以其持续的环境危害 也不是太明显 一定要说甲烷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那就是甲烷 是对流程臭氧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我们通常最担心的甲烷的危害 还是起对气候的影响 但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这种影响也是为乎起为的 总结成一句话 我们大可不必 为这次北溪管道天然气泄漏 过度担心 但是我更想借这个问题 大家探讨的是 甲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泄漏 其实是非常多的 我这里有一个数据 同样是来自国际能源署的 在1.35亿吨 以能源相关的排放中 估计有4200万吨甲烷释放 来自煤矿 4100万吨来自油田 3900万吨来自天然气的开采 加工和运输 900万吨来自生物能源的不完全燃烧 主要是木材和其他固体生物质 被用作传统的烹饪燃料 还有400万吨来自最终使用设备的泄漏 也就是我们的软气设备 也就是说我们每天通过软气设备的泄漏 也有1万多吨 11.5万吨的甲烷 也就相当于软气设备不到10天的泄漏量 我有位学生 他现在在美国做博士后工作 正好去年他专门做过日常生活中 甲烷泄漏方面的研究 之后我找个时间 将这个有期的研究结果介绍给大家 我是复旦赵兵 谢谢你的关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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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